过大街摊商一早叙事待发提早开摊 迎来过年前的最后一个周末假期 民众也提前来逛 就担心人潮太过拥挤 我想要买牛肉干 然后还有杏仁粉 前面有一家非常好喝的杏仁粉 那个杏仁茶很好喝 过年不会来因为很可怕 所以陈下没有人赶过来 还不知道还没逛 都是台中那边天津路买的 越接近中午时段人潮越来越多 摊商热情提供试吃 糖果饼干店才高营业 采买民众人手一把抓 员工结账更是停不下来 而大街上其中一摊也挤满试吃民众 原来大家抢买的是儿时回忆 猪耳朵饼干堪称小时候的回忆 但是今年更流行的是这种 比脸还要大的猪耳朵饼干 猪耳朵拿上一个麻花卷 大的长鲜 长鲜看看吃吃看 以前是只有吃过小的 对 以前是吃小的 猪耳朵饼干过年常见也是古早味记忆 推出放大版老板娘才开摊不到一个小时 就补货两次 可见成功吸引民众抢购 另外让人停下脚步的还有这个超厚肉干 接近两公分厚现场烤香气四溢 厚的吃起来的口感跟薄的差很多 人数应该跟去年差不多还OK 提高个两成吧 年货大街无论是摊商还是民众 都会把握最后一波周末采买过个好年 三星期视频就关于吴嘉宇台报导 三星期视频就处理五次 五次